北韓兵槍殺兩軍官,越界投誠南韓 北韓士兵驚傳槍殺軍官後向南韓投誠事件 地點在朝鮮半島西部晉基島柏州市附近的兩韓軍事分界線 雙方港哨鄉距約500公尺 昨天中午一名士兵開了六槍殺死小隊長和中隊長 邊跑邊丟下武器朝著南韓跑來 守軍和他對話後證實他有意向南韓投誠讓他入境 南韓軍方透露他們觀測到北韓派人把兩具屍體運走 南韓軍方已經把這名北韓士兵帶往安全處接受調查 城城南北韓雙方沒有發生衝突 這是兩年來首度有北韓軍人投奔南韓 也是金正恩在今年4月正式掌權後的第一起投誠事件 讓北韓非常難堪 日本獨賣新聞推測 北韓的缺量情況可能惡化 因此造成北韓軍心動搖 守爾專長北韓研究的學者指出 能被派往邊界駐守的士兵是金調查 特別效忠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精英 但卻叛逃 北韓一定會強硬要求南韓遣返這名士兵 在此同時南韓官員昨天透露 本週將宣布調整跟美國的防衛協議 其中最大的改變是把守爾的彈道飛彈防禦半徑 由300公里擴大為800公里 這項改變等於全北韓都在南韓飛彈射程內 可能再次激怒北韓升高緊張局勢 動新聞總和報導